男子低头在走廊上走着,压根没注意到前方有个黑影,不断向他靠近,接下来男子就像是撞到东西,当场倒下,而且右脚还被黑影拖着,不断拖向走廊的镜头。 时间显示是在晚间的11点43分31秒,黑影逐渐消失,只留下男子一个人,恐怕是吓坏了,男子从地上爬起后,没命的往回跑。 网络流传影片,吓坏不少人,却有网友质疑是影片造假,因为走廊镜头的地板看起来就像是从另一个画面接过来的。 不过接下来这段画面更得看仔细了,一个黑影光天化日,皱目睽睽之下,从观众席上快速飘了过去,而且穿越人群毫无障碍。 这是发生在上个月初玻利维亚的一场足球赛当中,全程都被录了下来,再看一次这黑影快速穿越人群,现场还有不少见证者。 两段黑影画面是真是假,观众自己心里有数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